他现在做了检方证人 什么 你做检方证人 是警方叫我做的 他们叫你做 你就做了 喂 你们不要骚扰我的检方证人 你是什么人 我是警察 我现在负责保护这位小姐 如果你再啰哩啰嗦 我就告你妨碍公务 哎 善林哪 哎 你现在只可以说再见 或者拜拜 多说一个字连你也抓起来 我送你回去 哎 现在这个责任由我担任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张律师 现在怎么办 我下午去看你们老板 好 我们走 走 小姐 你不要到处乱跑 在街上很危险的回去吧 关你什么事啊 哎 我是为你的安全着想 我不需要你保护 跟屁虫 你说什么 去年就有四个检方证人 就说你这句话 结果 怎么样 都死了 你想吓唬我 你说 他们结果怎么样啊 你猜得一点都没错啊 他们全都没事 你有权这么说 恐吓 我研究过所有的资料 关于这件案子 我觉得非常麻烦 张律师 我可全靠你了 我会尽力而为 不过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胜诉的机会不大 如果你替我洗脱罪名 我会好好地报答你 现在还有一件麻烦事 就是沙雷娜做了检方证人 她做了检方证人 她刚刚被交报出去了 现在警方派了个特警保护她 就是抓你的那个 幸亏她跟了我没多久 我的事她知道的不多 我倒不担心这个 我是担心她会在法院 说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话 不会吧 这样吧 你替我打个电话给Danny 让她看着点杀利娜 好吧 到了到了 不用找了 谢谢啊 喂 你一个人在房里很危险的 我就是想看看有什么危险 你就是现在的 我这个人的 看来 咱们也不要 不 我们的事 我们的事 那是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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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